让我们继续探索唐家河吧 雨过天晴是这里最美的时刻 同时也是最生气勃勃的时刻 这地方动物真的很多 但是动物不会主动出来 站在这迎接你 他要靠右眼睛去发现 大部分时候动物是很难发现的 因为躲避时还没有天赋 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动物先发现我们 然后就躲起来 我很快有了大发现 这一看树桶中有动静 他一闪而过 这是我心中最美丽的鸟类 两对红副锦机 跟熊姓比起来 雌姓可都暗淡多了 暗熊姓不够紧急不这么认为 他对这只雌姓展开了追求公式 经典的求我无道 侧身对着雌鸟 缓绕着他 展开滑了金色景欲和长长的围绕 他一路追随 用羽毛刮出爱的霓虹 然后雌鸟 他还有个镜头 一起搬进的树冲 他还在寻找 泄而不舍 你看他多漂亮 任何雌鸟见了他都会动心吗 看来他的机会来了 左定心仪的对象 追上去 他有鸟鸟中最滑的羽毛 只需要让他再多看一眼 可惜他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他似乎也不沮丧 静止关键的更条例的手术 在国之间画出了一道彩鸟